看到周迅因为月云鹏罕见发飙 才发现月月的性格有多招人喜欢 某档综艺中嘉宾需要攀岩获取物资 132米的高度只看一眼就让人眩晕 更何况周围严实遍布 稍有不慎就容易擦破皮肤 恐高的月月刚来到崖边就吓得双腿发软 不论谁劝就是不肯参加 这边周迅率先攀岩 用行动给小月月加油打气 另一边大家也在劝说她挑战自己 你们不要拍我了好吗 我已经没有脸了 我觉得刚才 好在首个尝试周迅平安落地 而原本害怕的阿雅也鼓起了勇气 小月月也被带动的决定放手一搏 月月正在穿装备没问题 小月月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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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雅和小月月一起攀岩 两人一个比一个害怕 姐我都快吓死了 我不敢说话 尽管小月月十分害怕 但也克服内心的恐惧 努力安慰着阿雅 经过几个小月月的努力 两人终于到达谷底 小月月难掩激动的泪水 当看到嘉宾清点物资 小月月也一脸兴奋地打开自己的包裹 看到嘉宾拿到各种食物用具 自己辛辛苦苦却只带下来一包石头 月月再也忍不了了 周迅也当场发飙 把包狠狠地摔在地上为月月抱不平 本以为这种操作只是个意外 想不到节目组后面的行为让人更加愤怒 众人一天滴水未尽 又花了几个小时从峡谷上速降下来 在这样身心俱疲的情况下 被节目组要求找住所搭房子 对 我觉得每次安排都很奇怪 然后自己割芦苇 搭一个住的地方 再自己去找野外找吃的再煮饭 就是我觉得可以挑战极限 但是你不能吃超越 月云鹏在坚持割了几捆草 扛了几根大木头之后 终于坚持不住泪倒在地 我真不是想偷懒 我真的真干不动 金星把月云鹏这一天的努力看在眼里 虽然哭着喊着不干 但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所以金星没有怪罪小月月 反而把自己仅剩的活腿给了她 你不饿吗 怎么没吃饿啊 看 今天就变成啥东西了 面对金姐的关心 小月月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可见她是真的很委屈 虽然让明星体验不同的生活 挑战自己是好的 但把新人当作专业人员训练 节目组这些操作属实心太大了 德云社大型舞台事故现场 不愧是同门师兄弟一个比一个精彩 她那个配乐没把原因去掉 我放给大家听 如果大家说不想听了 咱们就随时关闭好吗 当众假唱还进不去拍 小月月就差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虽然是小月月还没有发行的原创 播放的也都是她自己的录音 不过小月月进不去拍已经是常识 平时表演都是小月月闲场 乐器老是跟着的 接下来小月月的操作 这个才是相声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表演中演员下台上厕所 这事也就岳云鹏干得出来 但人有三集 观众劝岳云鹏下场 独留孙岳一人在舞台上疯狂擦汗 好在有侯震老师救场 才让现场氛围高涨 德云社事故还带传承的 小月月表演世人不见了 张久南是自己要求表演不带满 我那种穿 你包里面有没有 没有玩 不玩了 不玩了 这还是头一回相声演员问观众借版 现在德云社观众要求都那么高了 还要带版才能看演出 终于知道大家为什么爱听秦霄贤相声 每次都自带节目 观众这票可满值了 演捉放槽的老秦愣是说自己听不懂戏 搭档汗都流下来了 一个劲的提醒 秦霄贤才反应过来 地主家傻儿子失锤了 事业谢金在舞台事故者 明显更有经验 而被称这样愣是一点不慌 逼风攀攀只需要跟谢金演一场相声 这空而实力气到我们阮副总跳脚崩溃 事实证明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们大师做不到 接下来的表演差点断送大师职业生涯 对谢金大师来说空而只是一种伪装 嘴嫖才是绝杀 但翻车这方面谦大爷应该更有话语权 一句话自爆家门 把老郭笑到值不起药 师父抱歹媳妇 一句话直接赋予师父新身份 谦大爷口无真实 比一般包袱来得更有效果